美國司法部19號需以網路間諜罪名起訴了五名聲在大陸的解放軍軍官 指控他們竊取了美國的核電、鋼鐵、太陽能等等的科技機密 而這也是美國第一次以網路間諜罪名起訴外國的政府官員 那麼同時也等於是首次以司法途徑 控告外國政府以網路來竊取美國的商業機密